冠守在中博桥旁待命 同车17年的高雄中博高架桥即将走入历史 正式工程升退 27日凌晨0点起展开拆除作业 3月8日才会由战溪路重新串联南北高雄行车 高雄市长陈其迈行荣 这是城市门户的心理成碑 对于未来整个高雄车站成为一个车站城市 有更多功能的整合 以及能够成为一个城市门户 都是一个新的里程庇 高雄市长陈其迈协同交通部政务次长王国财 立委李昆泽 高雄市议长曾丽艳等 共同见证中博高架桥最后一天身影 当年还是高雄市交通局长的王国财 曾参与中博地道建议拆除 及新建中博高架桥计划 回忆往事让他相当开心 当时我在提的时候 我是在想说 这个以后要见证他成不成功 是别人的事了 结果 今天站西路要通车 明年站东路通车 我又回到交通部 所以我想说 有时候走过这些成年往事 回忆起来是非常的开心 更重要的不管是在城市的治理 跟整个天际线的一个缝合 他所创造出来的景观 还有他的一个功能 都是过去很多城市在做铁路地下化 并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程度 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中博高架桥的拆除 可说是铁路地下化工程的最后一礼路 这次缩短工期为9天 高雄车站建设将随着 中博高架桥的拆除 迈入新里城 未来将成为城市交通转运中心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